可能很多朋友认识我是因为节目 真的每天是没名没业人 那会儿是我最有自信的时候 这些最小的理由 可是什么名字节 过一两个小时 可能那个音乐还在继续 在19岁能够很平躁 然后比较踏实 从去年开始一张白纸开始到现在 因为他从小到来没有太多心情爱好 可能人生中前16年前17年 都是非常惧怕劲头的 他终于找到了他人生的一个方向 除了他的硬件条件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特点的意义 很尽 在眼神 他每次都能展现一个复长者的组 但对20岁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期许 我希望我可以 今晚的日子 母校 我当时在这里上的小学 那会儿这个学校还不长这样 那个时候还有小学 现在没有吗 有啊怎么没有 现在没有小学 没有吧 那个时候有六年级 现在没有六年级 以前这里是一到六 没有六年级 哪有六年级 就国际学校的小学 是没有六年级的 然后小学初中和高中 这个学校都有 我在这里念的三个 对吧 第一天送他上学的时候 印象最深肯定是在路上 然后跟他在演练自我介绍 然后来着路上在 很紧张你知道吗 第一天上学 来着路上在干嘛 第一 啊 来着路上 咱们在路上 你在车上的时候在干嘛 你还记得 听歌 不是 聊天 你到学校是不是要做一个面试 哦 你还记得在路上 耶耶耶耶 对对对对 我记得他特别紧张 一直他坐在副驾驶 记着安全带 然后 收音机里面放的歌 哎 我跟你讲 我脑紧张了当时 因为 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要做一个 他是有一个要面对面 面试的 而且我要用纯英语 和面试官沟通 所以我很紧 我那会儿一半句话 都说不出来 但是我一直在跟他聊 他自我介绍的那个内容 他就一直 面无表情的 很紧张 在 在副驾驶坐着 然后自己嘴里在试试念 那个自我介绍的内容 我们在排练 他就说哎 等一下这个老师可能会问你什么样的问题 你怎么回答怎么回答 然后我们就在练 其实到最后 我用中文跟那个人讲 对我说了几句之后 他说 哎 我们还是用中文聊天吧 我说 他来接我 然后 我老师 问他 说哎 哦 这个是你 这个是你父亲是吧 这个是你爸爸 我说不是这个 这是我哥 然后以前 我每天放学的时候 就是从这个小门 小门里面出来 这样背书包走 往回家走 这样 然后每天上学的时候 就这样进 就这个门 哎 学生下课了 那会儿的校园氛围特别好 那会儿 因为我刚刚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比较害羞嘛 然后也第一次接触很多 就是国外的朋友 我那会儿英语 我那会儿也不会说英语 记得吧 跟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 他当时不会英语 他那个时候 应该是一句英文都不会说 小时候就是很腼腆 胆小 胆怯吧 也不能说胆小 比较安静 然后没有那么多话 比较害怕陌生人 我性格上呢 也没有什么特点 他有一点就是他 喜欢一个 比如说喜欢吃一个东西 他就一直吃 其实到现在为止 他还是这样 就是他喜欢一件什么事情之后 他就会一直坚持这个事情 就是一直 有一种 我感觉是有他自己的一种固执 就是这个敲草 是以前大家踢球的地方 然后我就在这个草坪的最边角坐着 就看着大家踢球 我那会儿的氛围真的特别好 很不一样 反正就是出了学校之后 就再也体会不到的感觉 已经十年了 兄弟 已经十年了 我已经忘了 感觉是什么 其实也变了 我走的时候还不是这样 现在已经过了四年了 我脑子里面 看到学校跟你怎么样 我还会想起来你那个时候 你有这么高吗 我没有 我以前真的很矮 就是我胖胖的 你可以到时候找那个照片出来给他们放 放胖的矮矮的 每天就大概这个高度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点是你曾经一直穿那红短裤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周克里 看着像两个人 我小时候就是 矮矮胖胖胖的嘛 然后是后来长个了 才变成现在这样 其实他不是一个 特别特别注重自己外表的人 因为他其实对自己的外表非常非常没有信心 他不觉得他是一个很帅 长得很好看的人 包括有时候 就是近一段时间 可能有些工作或有些活动 回来了之后 或者发微信他会问我 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表现怎么样啊 我的妆发怎么样啊 好不好看啊 帅不帅啊 我肯定是觉得很好的 但是他总是觉得 啊 很没有自信的样子 那我所以 其实从小他就是这样 然后 我们就会一直鼓励他 让他多 对自己有一些信心 有一些自信 那这个就是他性格 当中 我感觉的一个缺点 就是永远对自己 可能缺乏一种自信 如果你现在是这个 嗯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很开心啊 就是 会很享受跟同学一起 学习和玩的时候 就是这种感觉 你看他们多开心 我觉得他小时候的性格 是无法把他跟做艺人 这份工作联想到一起的 我一直以为他长大之后就是 上完大学 然后找一份工作 从没有想过有一天 他会成为艺人 这条街就是我最 最熟悉的条街 我在这条街上走着 就感觉我在 我在客厅 家里客厅一样 这条街叫 新中东 新中东街 我以前有很喜欢 Chris Brown的同学 哦 他就经常放这些 当时放很多这种 hiphop的音乐 大概就是从1415年那会儿 开始大量听这个 然后到16年的时候是 就是喜欢听J.Cole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音乐算是你第一个 潜移默化 去潜意识里面的爱好 因为他从小到来没有太多 兴趣爱好 然后既然巧合有一次机会 他就去练了跳舞 练完跳舞回来之后呢 就感觉他跳舞的时候 比较有激情 就是他比较享受那个过程 其实小时候也没有想过 他长大 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即使到现在为止 我也没有想过未来若干年后 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 在我这边一直都是 我心里的那个弟弟 这地方是我们当时训练的楼 这是梦开始的地方 7号楼 箱约是7号楼 桌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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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开始 我们在这个教室上的 是整体 整体的 第一个月是没有舞蹈课 然后他在这些上行程 就是平板唱能兴趣 极星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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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家就是来回走那个 走这个教室 想去座位 什么的 本身是要来的 人家今天都要来 不愿意此次点点 写先去面对 对你爱爱爱不爱 想爱 原本就是正方谈 可能人生中前16年前17年 都是非常惧怕镜头的 就是我没有办法 甚至首席的摄像机 我可能都会害怕 拍照啊 录像啊 这种东西 我都不太自然 所以我自己从来没有 想要去成为一名艺人 或者说站在台前的一个 这样的 做这样的一份工作 那我当时成为练习生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巧合 就见到了我的老板 颜姐 第一眼看完本人的时候 就觉得 真好看 除了他的应典条件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特点 就要干净 就是整个人的眼神啊 气质都很干净 颜姐 在她看到我之后 就 比较坚定的想要选择 让我去做练习生 大家好 我叫周丹尼尔 今年16岁 平常喜欢唱歌 跳舞 游泳和一些户外运动 谢谢 今天是给 今天是给我签约 这个进入这个行 第一天签约的日子 当时天哥在下铺 然后我在上铺出 然后呢 我因为他这个地方没你门嘛 我们就拿了一个床垫 把这个地方给挡住 我跟他每天就是 周公 这都是啥呀 之前这儿有一个床 对 然后这些柜子放到这边的 这是床 对 我好像是在这儿 你在这儿 然后我们在这儿 我还是在这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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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 然后在学校的时候 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不太敢讲话 然后很害怕去在人群当中展现自己 你这是给锁上了 你让他自己开 他是宿舍长 他连门都能不会开 他哪儿都有 这个不方便 是吧 宿舍长不会开门的 但是可能确实有点轻 但是可能确实有点轻 嗯 saying I'm young at the beginning 家伙 你们这本数字的人就少了一次 好 我爱你 刚开始过气 坐在看你的床 应该等会给你看一下 然后 你躺一下 长度应该可以了 我是唯一个睡这边的帽子 是吗 嗯 我觉得 弟弟在 呃 业务方面 他是有一个阶段的 包括 呃 刚来训练营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应该是 呃 刚介入这个行业 适应的一个状态 很痛苦 非常痛苦 你想 我前人生前面十几年 从来没有高强度运动过 然后我一下子进到那么高强度的训练 每天早上 我们当时是六点半就要起床 在天都还没有完全亮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起床 不吃早饭的空腹跑圈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空腹跑圈 然后出台词早工 然后在这两个任务结束之后呢 我们会回到宿舍有三十分钟的早饭时间 再次出来 然后这样的训练日程可能会一直延续到当天晚上的十一点左右 然后这样就连续进行了一个月 感觉自己被拔苗助长一样 在很短的时间内 会取得比较大的提升 我当时那一个月最大的提升应该就是我瘦了很多 那会儿也依然没有很笃定的想要说 我就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他对我来说还更像一个尝试 更像一个 更像一种体验当时对我来说 因为包括当时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每一天也是有这样的机会拍着我们训练 记录我们练习的这种日常 包括有刚进去的时候 环境也很大 有很多人 然后也有很多自我接照的时候 你要向每一个专业课老师 每一个同学 每一个工作人员介绍你自己 这些东西 所有的这些因素 都让当时的我感到自己很不自在 那不是一个我喜欢的环境 是我完全适应不了的一个环境 所以 当时我是没有完全没有考虑 OK我 这会是我热爱的东西 像我自己可能今天都想不到 其实我自己也想不起来 究竟是什么时候我开始不惧怕镜头 就是我在练习第二个月结束之后呢 在一个剧场里面进行了一次小的汇报演出 然后那次演出 是我第一次期待我表演的内容 我站在舞台上后场standby的时候 在灯光音乐还没有想起来的时候 我自己很神奇的一点 就是我在期待这件事情 那以前很自然的很明显 就是我会害怕 我紧张 我马上就要开始了 就是会有一种这种 可能惧怕和紧张感多过我 对这个东西的期待 但那一次是我完全很期待 迫不期待的想象台下的观众展示 我这个月或者说我过去 这两个月以来的练习成果 即便它很青涩 但是我印象深刻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注意到了自己心里面的这个变化 很神奇 因为那次有很多聚光灯 也有很多观众 就是从这种点点滴滴的时刻 慢慢培养出来了一种自信 它的变化是很大的 因为它从刚来就是没有接触一张白纸 什么都不会 然后聊以后当时唱歌 就是统一的给他们留所有人的一个作业 然后唱歌一首歌 基本上全部都在跑调 第一阶段考核 唱声乐课的考核的时候唱歌 然后它其实是全程跑调的 那个印象特别深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于是慢慢发现 想起其实就是一种圆 多值得纪念 温暖的房间 我哭笑得很甜 一切 停留在一瞬间 我非常清晰的记得这件事情 我甚至现在都能 回想到我当时站在那个台上是什么感觉 对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为什么要问这个 你就想象一下 是多笨的孩子 可以再唱同一首歌 连续三十天之后还可以跑掉 也没有想太多 拿了麦虽然紧张 但是我知道得上了 我就唱了 反正就跑了 对 但是我很感谢他们把我留下来 后来不断的换地方 修念那些 就是在一个提升 包括知道自己的短板 不断的在努力进步 现在又拆了 这都要拆了 哇 怎么都没了 对 这是你们当时的厨房 吃饭的地方 感觉到处是门 其实当时这儿都是窗户 对 这些地方以前都是窗户 成废墟了 我在看到他的时候 对我来说还是很记忆犹新的 我感觉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我在走过以前走过那些角落 去到以前去过这些房间的时候 还是有非常清晰的感觉 今天回去的时候才有一点感觉就是 哇 这个地方原来这么小 就我以前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哎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我们以前是当时铺的木地板吗 嗯 哇 那些是地板 是 地板还在 是 镜都碎了 哦 这个是镜子吗 这些 对镜子 当时是19年的 10月份之后 10月份之后 就北京很冷 让我们就是早上热身的时候都要进来把鞋脱掉 然后当时早上还没有暖起来的时候就特别冷 在这个地板上 其实当时他们你们训练的时候 当时也穿的就是汉衫短袖 T 对 其实那时候已经冬天了 都是黑色 然后下午上舞蹈课了 基本上还得把房间门都打开 对 那时候经常有感冒发生 然后这里是那面镜子 地板还在 就是这个地板 是练舞材质最适合的 软地板 这个地板摸着软 我当时学的第一支舞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们第一支舞是有jealousy 记得吧 对 我们一开始的那个洞子是要 就是类似这样跪在地上的 然后我以前没有跳过这种 跪地板的舞 当时就是 没有带护膝 所以第一次也不会使那个劲 地板在这里磨了一个星期之后呢 膝盖全部都是轻得肿的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一月 一月份 一月底 然后 一月中咱就搬唐家村去吧 唐家村 哦 就到唐家村了 就这样 那些什么东西都不在了 对吧 镜子也没了 音响也没了 墙都没了 甚至屋顶都没了 但是地板还在 我今天去到小院的时候 我看到他 我以为他还在 然后我过了那个 那个栅栏之后看到 这已经就是成为一个废墟了 我当时就还挺惊讶的 因为我其实原本想带着大家去看一些很多当时的练习环境 还挺遗憾的 对 一个是有点遗憾 还有一个就是 我在看到所有东西都被砸倒 都已经就是有点颇备不堪的感觉 确实有一点感慨 就是好像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这个女人很厉害 对 这人已经定习了 哲夫 她应该有得 好 人也会有得 对 你当时就girl成为二十年? 二十年前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很厉害 怎么厉害 哈哈 你一定是在设计计的工作 因为现在的演训师是在游戏之前 我的课计语教训的工作 可是我的肩子和肩都差强了 所以就很少做的了 但是 即可二一以后 这两天的工作时 好像有所指教的工作 身边看上一个人 他今邻了他来自一个科学的科学 因为他以前就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 然后他对待我们的要求也很高 他是我练习生涯的转折点 因为他是最军事化管理的一个老师 非常负责的一个老师 所以我在重新见到他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这种敬畏的感觉 我希望能不能重新这种敬畏的感觉 我希望能重新的感觉 最新的感觉是 最新的感觉是 他在房间都是很明亮的 但我一直在想起来的感觉 刚才是1层层的感觉 我从左边的感觉开始 我还是在这里的感觉 我在重新看到的时候 我可能会痛快 我确定是一层层层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实际上的感觉 跳舞,在跳舞方面其实是每天都看到她加练 对,每天中午大家都在休息,因为休息一个小时嘛 然后她当时就是基本上中午都吃完饭回来自己加练 害怕影响大家休息就不开那个音响什么,自己带耳心在那里 她去夹不去了 我怕摔倒,腿酸一下 周柯宇最开始上课的时候,其实在所有的学生里面 她算是年龄最小的吧,应该是,当时算是年龄最小的 这些最小的里面,她是吃口能力最强 三,一个,一,二,一,三 体能训练当时是一周三到四次 然后我的课每次要持续两个小时 然后当时他们毕竟是女基础嘛 然后最早的时候强度没有上太大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强度 前了公司之后,在练习的那个阶段,我会偶尔去看她 然后每次都觉得她就是灰汗如雨的 就很畅快淋漓的那种感觉 以前她也不爱运动小时候 所以没有见过她那样那种状态 她也不爱运动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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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 真的是好几年都在这里 应该是我待过最久的那些事 其实这个地方是我从唐家村训练周期结束之后 我到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我去节目之前 呃,重备实习的练习 十点钟开始上课 下两个小时课到中午吃饭 然后到晚上八九点钟 我下楼 突然会听到很熟悉的音乐 然后 我会打开 那个排队厅的门 会去看音 然后发现她还在里面 然后每一遍都是 很全力的在跳 然后再过一两个小时 可能那个音乐还在继续 觉得这个孩子 哇,她还太拼了 蹦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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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123 4 5 6 7 8 她会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努力 这一点我还蛮佩服她的 她在做练习生的一个阶段 感觉她整个人都比较 怎么说呢 就比较有活力 然后回来 我记得那段时间她跟我说 她说 她终于找到了她人生的一个方向 就是她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 而且小时候问过她说 你长大想干什么 她的回答永远都是不知道 我没有逼迫自己去喜欢这个东西 我也没有强迫自己去热爱这个东西 我哥哥说过 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我很招 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看到我一直在做的话 那就代表我就是喜欢这件事情 在这里四五个月吧 在这里四五个月吧 结束之后就直接拍花到 在 她就是鲜花掌声狂风咒语 照单全收的周柯宇 恭喜我们的int1成华 欢迎来到int1's wonderland 去参加节目 是 一个必然的事情 就是 对我来说她从来不是一个选择 从来没有怕过 那会儿 是我最有自信的时候 即便我是一个很理智 很内向 有时候会害羞的人 我到这些场合还是 对自己很有自信 然后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 看到她走那个花路嘛 然后去那个 第十的位置上站那 然后当时就 因为她一直在哭 所以当时也特别想去抱抱她 从训练开始 一张白纸开始到现在 也算一个 也算交一个答卷嘛 但是路还很长 我记得她在去参加节目之前 真的每天是 没明没夜的去 去做筹备的工作 不管是她的舞蹈 还是她的歌曲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两天 她应该是两天两夜没有睡 白天去练习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再跟我讲 她准备的一些 舞蹈啊 歌曲啊 那些视频的那些参考 我在准备的筹备过程当中 我做了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就是做了一个方案 就类似于一个幻灯片 PPT这样的东西 那会儿我才十 十七八岁吧 我从这个初舞台的编曲制作方向 一直到编舞方向 以及整个框架 列出来了一个完整的 非常青涩的一个方案 然后我拿着这个PPT做完之后呢 胸有成竹地走到公司 拉着我的大老板 走到了一间会议室 把幻灯片 网上一揭我开始讲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的战略方案 我刚才跟他们讲 一二三四五 当时对整个行业还不够了解 对任何事情都不够了解 但我觉得我光能有这份勇气 有这个自信 我已经很欣慰了 对 其实在十九岁能够很紧造 然后心里面比较有说 比较踏实 是一个很值得去说的点 我最早对周柯宇 我是先看了节目 然后会觉得 他可能是一个比较高冷 比较慢热的人 然后第一次见到周柯宇的时候 很有礼貌 然后也非常的温和 非常的谦虚 我是觉得跟我当时设想的那种很高冷很难接近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是有自信在的 但是他不会表现出来他的自信 他都基本上都是以一个自己和他满意的一个状态出来的 这也是他能鞭策自己能有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去走的一个动力和一个原始的 我觉得现在的优点是他会通过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帮助他自己找回他缺乏的自信 因为他自己意识得到他缺乏一些东西 所以他希望能够通过他的日常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生活当中的细节来帮助他建立他缺失的自信 我觉得他现在的优点就是这个他知道自己哪里不足他也知道怎么去去填补他 我觉得他的闪光点比较集中在眼神还有在一些特定的设计的一些段落里边他每一次都能展现的非常的足 成团后了之后可能就会更淡然一些 我觉得他成团后的给我的感觉就是把自己分类的工作给做好 其实在我眼里他没有什么变化 在我面前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弟弟的样子 大家好我们是int1 int1对我来说是一个支撑 他是我的一份底气也是我的一个归属成团这一年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增进默契的时候 突然在某一天会感受到我和大家的距离增进了一点或者说拉近了一点我就会留下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对我来说更特别的其实是我们之间这种相处模式 并不是一个一定非要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件 可能就某一天这种轻松愉快临距离的氛围就会给我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你和我今天有什么小秘密? 你的秘密太多了 我真的不方便说 说一个就摸不出去 AK 我们今天有什么小秘密吗? 我已经不熟了 Key哥我们今天有什么小秘密吗? 你起床不哭床 我起床不哭床 不哭床 不不铺床 是吧 确实 你喜欢吃山楂条 你喜欢吃抹茶 你和我今天有什么小秘密? 就是 喜欢开门睡觉 我对你来说是什么? 我 陌生人 分享一个你和我之间的秘密 没有 我们之前没有秘密 你有什么印象吗? 没有什么印象 我有一晚夜 一夜晚 一夜晚 我是突然一摸 一晚上 一晚上 我突然一摸了 一摸 然后就给他打 把信息 我记得 我记得 那一天他就很暖到 我历来身边 经常会有那种大高个人的练习 朋友 然后呢 你是我那种 你是我唯一一个 就是这个身高 但跳舞是非常好的 哦 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就给他唱情歌非常好吃 我每天都认识 他只要洗澡 这就是个秘密吗 他洗澡 还唱歌 以为你很高了 其实你一点都不高了 以为你很 你以为你很腰 其实你一点都不腰 那我是什么样子呢 你就是一个喜欢 吐槽别人 而且每次都 屋里头吐槽 所以我们什么事都没做 你就吐槽我 哇 我是这样的吗 是 就是看起来非常成熟 但只要一张嘴年龄就小了三岁了 我的印象其实就是 很认识的 可爱的弟弟 现在是 一样 一样是一样 但是更放松一点吧 现在 穿的时候是有一点 紧张的感觉 紧张还有 怎么办怎么办 那种感觉 我觉得现在是比以前 更有自信的感觉吧 二十岁 对 二十岁 啊 年轻啊 啊 老了已经 oh my god 二十岁 最开心的年吧 年龄 所以 希望 每天开心 一起吃饭 ok 都一起吧 ok 我知道有一次 我不想是要从楼梯上踩空了 马上快要摔倒的时候 我 是可以跑过来 辅助了我 嗯 平时 啊 虽然平时话还少 但是 啊 完成的时候 他会出现 但 虽然 平时看起来很酷 但 只是 很文化也 很有趣 因为 他最好朋友 他最好朋友 he is my support system in every way he helps me, It breaks me up just mentally personally emotionally he just brings me up and helps me 怎么定义20岁之前的我 天真 浪漫 单纯 傻 我希望 希望20岁的我 很多时候成长的慢一点 然后 我也遇到过想过要放弃的时候 那个时候支撑我往下走的 更多的是责任 对 因为 当你逐渐站到更大的舞台 面对更多的观众 你身边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庞大的时候 很多你在做的事情 它就不仅仅和你有关了 但是 当我把这些想法 袒露给我亲近之人的时候 我的哥哥呀 他们会告诉你 牙打碎了要咽肚子里 我希望 我希望他能够追梦成功吧 因为我知道 对于他来说 从一个 没有什么理想或者梦想的孩子 变成了一个有很坚持的 对一件事情的一个孩子 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他来说特别重要 所以 从小到大对他的期望 就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件 自己真正热爱喜欢的事情 然后坚持地做下去 不要停 如果想对二十岁自己 有一个这样的期许 或者说一个祝福的话 我希望我可以快乐 每个人周围的环境 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是不是你年龄越大 这个东西会变得越难得 就是快乐 我希望他二十岁能够少一些烦恼 再多享受享受 小孩子的快乐 不要那么快长大 我一直都没有过过一个 很有仪式感的生日 但这一次呢 我告别了一字头 然后 今年对我来说也比较特别 我自己可能也经历的事情 越来越多 然后给自己过一次 稍微有仪式感一点的生日 像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吧 对 我觉得应该还挺有仪式感的吧 If you don't know me then you know me now 任何事情 都是有起起伏伏的 唯一能打败天赋的 就是积累 这是最直白的产出 除此以外 想要在别的事情上 你说 有付出就一定有回报 少之又少 生活当中有很多 你没有选择的事情 如果 你有自己的热爱 你有自己的热情 你都可以去做吧 干杯 加油 加油 即便你们可能昨天 或者说上一秒才认识我 没关系 这个就是我的20岁 你谁想要是更多得一样的 我会这样的事情 准备有时间 你很明显